2024年全国田径大赛 崩步战女子100米篮决赛 吴彦妮林语威因故缺席 刘湘师妹20岁的夏思宁起跑和前三篮落后 但通过过硬的后逞加速完成逆转 以13秒41夺冠 有些黑粉质疑夏思宁没成绩就是纯粹的网红 小夏用实际行动回击质疑 世界排名最高的中国选手吴彦妮在备战日本的赛事 亚运会冠军林语威在美国训练 所以都没有报名全国大奖赛 故而全国锦标赛冠军夏思宁成为夺冠最大热门 预赛里夏思宁发挥平稳 以13秒55获得小组第一 尽管成绩不如吴彦妮林语威 但夏思宁最近的人气却不遑多让 所谓的三角库事件尽管是负面新闻 但也收割了巨大的流量 而作为全国优秀青年代表登陆央视一套 接受萨北宁专访 这也说明官媒对她的高度认可 掌声有请夏思宁 我还记得下次您第一次走进很多人的视野 是2021年 当时全运会的一张照片 是吧 摆文不如意见 今天现场看 真好看 但是我会想问一下小夏 你会介意别人说你好看 比如说有人会说花瓶什么的 你会介意这样的手法 其实刚开始也是会有一点点 但是后面就觉得 这何尝不是一种夸奖呢 是不是 漂亮不只是说好看就可以了 当然也要配得上这样的外表嘛 然后慢慢地大家也会发现这个项目的特点 从而去关注这个项目 你觉得跨栏动作当中哪一个点 是你觉得是最帅的瞬间 作为运动员 就是跨过去 就蹬跨那一下 就是那个动作的干脆度 就稳准 狠 蹬 跨 踩 三步 哇 刚后来进到成年组 就发现真的是 就是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高手如云了 对 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就慢慢发现 就是光平有一腔热血已经不够了 你需要更多更多的东西 去填补你那些就是缺失的东西 当到了一定阶段 其他有天分的人跟你站在一起 那时候拼的就是实力和训练 对 夏思宁最近一年多饱受伤病惊奇 大奖赛赵敬战甚至主动降速 最后排名垫底 此番蹦步战则是希望一扫引霾 夏思宁身穿白色战袍 红色短裤显得英姿洒爽 摄影师忍不住把镜头都对准了他 比赛是在逆风0.6米每秒的情况下进行的 夏思宁的起跑和前三篮存在明显问题 一开始就落后了 即使吴燕妮也有类似的通病 一开始陈寅凤一马当先领先 不过夏思宁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通过出色的途中跑和篮尖节奏 在大概最后三篮的位置实现反超 最终夏思宁以13秒41夺冠 陈嘉敏13秒48获得亚军 陈一凤13秒55第三名 此外 夏思宁全新改良战袍格外引人关注 风格主打金国英雄的英纪霸气 可以说已经彻底摆脱三角裤风波的干扰 在整个三角裤事件中 其实夏思宁的服装赞助商是最大赢家 获得了巨大关注 夏思宁无愧中国田径的破劝人际女王 大家仔细看 会发现夏思宁美与之间有一股英气 如果他女扮男装 真的可以成为现代版华木兰 完全不是小鸟依人的风格 所以赞助商根据夏思宁的特点 新设计的白色战袍红色短裤 显得干练霸气 圣洁不容亵渎 这也宣告三角裤风波彻底结束了 尽管在战绩上远不如吴燕妮 林雨薇 尽管由于伤病迟迟无法兑现天赋 但并不影响夏思宁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的提升 目前夏思宁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 整整一年多时间没有好转 成绩无法突破 甚至还有所退步 孙海平指导是跨栏技术大师 但不是克服伤病的大师 否则刘翔就不会两次奥运伤退了 如果能克服伤病 夏思宁的天花板肯定比吴燕妮林雨薇高 wanted to show up